我们国父 手装革命 革命陷入华 推翻了专制 建设了共和 产生了民主中华 民国新城 或是如霸 国父乡家计划 重新改造中华 我们也透过美南的电视台 从事这个政论节目也有长达十年的时间 所以等于说我们是美南地区第一个政论节目 那我很感谢我们Dallas有很多的好朋友 也是我们的粉丝 希望你们未来继续的给我们支持 那今天应莫校长的邀请到我们Dallas 透过视讯 当然我们不敢当我知道 Dallas地区的朋友们卧虎长龙 所以说我们不敢当说来这边是在 是在来演讲 而是说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的一些观点 说起跟这个Dallas的渊源 我个人跟Dallas渊源其实真的蛮深的 我来美国三十年 在座很多前辈可能比我还资深 但是休斯顿跟Dallas在我过去的三十年当中 可以说是历经了无数次的并肩作战 我给大家回忆一下 从当年的新党成立 从当年的清明党宋楚瑜先生的崛起 到后来的红山军倒扁运动 乃至于马英九总统的竞选 一直到前两年的韩国瑜支持韩国瑜 我们从来没有缺席过 为什么 因为我们支持中华民国 所以一旦认为说 一旦认为说中华民国觉得到了救亡图存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缺席 我们都会挺身而出 而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确实成功的 让马英九先生顺利的执政了八年 可是我的问题要问大家 为什么到了今天 台湾会沦落到民进党塔律班 一党独大 甚至于被外媒批评为民选独裁的一个局面呢 我们看到台湾现在吃饭缺蛋 没有鸡蛋 老百姓吃饭没有蛋 疫情期间要治新冠病毒没有药 马祖的阿兵哥没有肉吃 金门的阿兵哥前两昨天游泳游到了对岸去 如果不是非常严重 非常重大的挫折的话 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 要冒着海浪游泳到对岸去呢 那台湾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那我们来看看社会的治安恶化 当街就开88枪 结果呢 民进党要做什么 民进党要孩童幼稚园的孩童 要学习辨识 炮弹声 那我就说了 你与其让孩童辨识炮弹声 不如让他从小去辨识枪弹声 因为在街道上头啊 被枪弹打中的几率啊 恐怕要比被炮弹击中几率啊 要来的大很多 那台湾到今天的情况 老百姓关心的是 吃饭有没有鸡蛋 可是蔡英文政府关心的是 他要买炮弹 他要买导弹 所以民众想的是鸡蛋 蔡英文塔利班想的是炮弹 那请问 民进党今天的所有的作为 都是准备让台湾子弟去送死 那为什么我们海外的侨胞们 甚至于在台湾本地 内地的很多的朋友们 大家如此的坚定的支持中华民国 为什么今天会沦落到一个 民进党一党独大 民选独裁的这个情况呢 那我想国民党自己真的也要好好的反省 就是今天我们很重要的 这个孙文学校成立的最重要的一个宗旨 也就是说国民党事实上 他的问题就出在于 他已经背离了当年的中山先生的思想 我相信在座的朋友 从台湾来的都应该很熟悉一首台语歌 叫做这个爱拼债牙 这个爱拼债牙里头有一个歌词 叫做就像一个 无魂有体的道草人 无魂有体的稻草人 今天的国民党在李登辉之后 就是一个变成一个歌词里头说的 无魂有体的稻草人 那这种局面应该要怎么样打破 现在很多人在讲两岸共识 那这个共识到底在哪里 我等一下来跟大家说明 如果在这个之前 大家一定都很关心 明年马上又是台湾的总统大选了 第16任的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选举 那么现在国民党内部 看样子是准备让侯友宜出来参选 可是为了一个所谓的大局条款 到目前看起来好像并不准备 来举办一场有辩论的初选 那可能在座有一些朋友们都清楚我个人的立场 我个人实在是不喜欢侯友宜 但是呢我不喜欢没有关系 如果今天国民党是循着一个辩论的过程 能够公开公正的举行一百亿厂公正的初选 那么一旦获得了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当然也会团结来支持 但是如果今天连辩论都不想辩论 只靠一个民调 那真的是很不靠谱的 其实说穿了就是要替侯友宜铺好红地毯 那如果是一个没有理念 只靠民调 那就算当选的执政了 又能改变台湾的处境吗 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今天不管是我们张亚中总校长也好 他所提出来的两岸合合论 或者是前两天王建宣王院长 他所提出来的台湾必须要有统一的声音 不要做美国的狗腿子 这些声音难道不应该是国民党 应该好好的去听聆听 好好的去接纳或者是融入他的政策吗 可是我们看到国民党今天的做法 就是说这些所有他不想听到的声音 或者他认为会影响到选票的声音 他一律都不想听 他一律都想封杀 那如果国民党是这种态度的话 那么还需要有敌人 还需要有民进党的存在吗 其实今天大家都很清楚 全世界都知道 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就在台海 可是台海就像一个汽油桶 可是民进党的做法 是拼命的要把这个汽油桶旁边的温度 越拉越高 把它拉到接近爆炸的临界点 目的是什么 目的还是为了他的政权 那台湾其实最大的危机在两岸 而最大的转机也是在两岸 今天台湾首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要如何把战争的乌云 从台湾的上空驱散 那就得认真的面对两岸问题 那我们看到台湾民进党呢 包括国民党的部分人士都认为 我们要跟全世界做朋友 跟全世界做朋友 很好 但是你跟谁都可以做朋友 跟你对岸 生活 经济 这个文化 息息相关的中国大陆 你却采取一个敌对的态度 这样是一个想要解决两岸问题的正确态度吗 更有甚者 美国是怎么样子的把台湾当作棋子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了 前两天 前几个礼拜 美国的媒体人 Garden Nixon 他就说白宫里头是有一个毁灭台湾的计划 不管他这句话的真实性如何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的做法 把整个台积电给搬走了 然后要在台湾放很多的弹药 导弹变成一个军火库 甚至要放布雷车 要让所有地雷遍布台湾岛屿 那这样子的话 请问难道这个所谓的美国要毁灭台湾的灭台论 是空穴来风吗 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所以美国其实打算就是要利用台湾 利用台湾做什么 利用台湾去拖垮中国大陆的发展 而美国有一个优势就是说 他随时可以说不玩就不玩 我们看到过去不管是越南也好 阿富汗也好 甚至于现在的乌克兰也好 或者是将来的台湾也好 他可以说不玩就不玩 但是战场在哪里 战场在乌克兰 战场在台湾 牺牲的是台湾的老百姓 牺牲的是台湾的整个的社会的发展 所以这就是美国打的算盘 因此我非常同意王建宣 王院长这两天能够出来大声疾呼的说 不要当美国的狗腿子这句话 那么话说回来 现在大家都在讲两岸现在根本没有共识 该怎么谈呢 包括这个九二共识 你别说这个民进党说没有九二共识 甚至于连国民党 朱主席他都说九二共识是个没有共识的共识 其实我跟各位报告 两岸的共识 早在九二共识之前 本来就有了 只是国民党自己舍尽求远 把他放弃了 这个共识是什么呢 这个共识就是我们今天成立这个孙文学校的孙文精神 中山四项 有什么例子可以说呢 首先 今天是3月12号 在大中华地区 两岸都在纪念中山先生 台湾中华民国称 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 对岸称中山先生为革命的先行者 更有趣的是3月12号是植树节 中山先生是可能是中国第一位 公开的上书官方希望能够植树的一位 非常有先进眼光的一位环保家 而3月12号在两岸都是植树节 请问这叫不叫共识 那我们前两天这两天啊 中国大陆在开这个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记者会当中外交部长秦刚 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读了一段他读的是那一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八二宪法里头的序言 这个序言里头说的什么 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那如果我们看到了中华民国的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里头写着 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疆域 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 当然之后又修宪了好几次 改为立法院提案通过 然后由全民复决 那我要请问各位 中华民国领土依固有疆域 固有的疆域是什么疆域 固有的疆域难道不是中华民国 承袭了满清遗留下来的那片领土吗 那么今天如果在中国大陆的秦刚外交部长 可以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像全世界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一部分 为什么在台湾内部 我看不到任何一个人拿出中华民国宪法告诉他说 你中国大陆的领土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固有疆域呢 民进党不说也就算了 国民党为什么没有人敢说 那我想请问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在领土上头两岸的宪法是不是有一个共识 也就是这个固有的疆域其实是重叠的 那第三个如果我们今天讲宪法的话 第三个共识在哪里呢 大家提到了秦刚他提到的那个宪法 等一下这个李坚强教授可以做一点补充 他应该是承起了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八二宪法里头 其实他在他的序言里头有一段话 他里头写的是这样写的说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 废除了封建帝制 创立了中华民国 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 还没有完成 各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 不是中华民国的宪法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里头说的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 创立了中华民国 写的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头 那中华民国的宪法 那大家一定都耳熟能详 中华民国宪法里头写的 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付托 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 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 奠定社会安宁 增进人民福利 制定本宪法 搬行全国 永始 贤尊 请问各位 这叫不叫共识 所以今天其实 两岸有没有共识 两岸早就有共识 这个共识就在孙中山先生 所以呢 国民党今天的问题 其实是要找回党魂 我跟张亚中校长对话过很多次 那他一再的强调 两岸国民党必须要找回党魂 那今天台海的问题 很重要的一点 也必须要能够摆脱美国的干涉 我们跟美国采取友好的态度 当然是没有问题 但是在两岸的问题上头 真的 我们要对美国说 我们真的尽穴不鸣 因为只要没有美国的政客的挑拨 台独就没有立足的势力 而在没有外部的干涉之下 两岸才能够开诚布公的坐下来 谈一谈未来如何发展 那有人说 你这样子是舔共啊 那这个大陆不就打过来了吗 我告诉各位 其实呢 如果我们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来想 大陆既然是台湾为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有任何一个人会把自己的家砸烂吗 把自己的同胞给杀害吗 但是如果是外国要把台湾给割出去的话 那我相信任何领导人都没有办法背上这个词诺 所以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说 中华民国现在确实已经到了最后存亡的时刻 台湾今天会落到这样子的处境 民进党跟国民党都有责任 基本上民进党从思想文化上 在拆解中华民国 在摧毁中华民国 他利用仇恨中国人 以及中华文化的方式进行所谓的洗脑 让大家对于中华民国越来越疏远 而国民党却也陷入了 民进党所谓的戴红帽的政治框框当中走不出来 而一昧的跟着喊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 各位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骗人的说法 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 今天民进党不断的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是故意错置这个观念的 故意来骗人的 因为台湾并没有成立一个国家 而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所以今天台湾会漏到这个处境 其实是台湾自我放逐自我毁灭 以至于造成今天的情况 所以今天中华民国确实已经到了 又到了存亡的时刻 我们希望我们在座的所有泛兰的朋友 所有支持中华民国的朋友 过去我们30年并肩作战无数次的战役 这一次我们大家一定要站出来 好好的把这个政权 把这个贪污腐败的民进党赶下架 同时呢要敦促台湾方面的政治人物 要开始正面的积极的 而且有意义的跟大陆开始进行对话 最重要的不要再以美国为命是从 为首是尊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为两岸 创造出更好的一个和平的未来 所以最后呢我想中山先生啊 伟大之处在于说 当年他既没有兵也没有枪 他也没有权 他也不是当官的 当年甚至于没有网络能够传播 可是他一个人就凭着他的满腔热血 一个理想 一个热情 他就可以创造出那么大一个风潮 最终呢把一个千年的地质的 这个衰落的一个中国呢 整个推翻 然后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一个民主共和国 这是相当伟大的 那各位在座的朋友 今天我们有了非常发达的网络科技 其实我们还担心 没有办法用更和平的手段 利用各个的方式来传播 把那个腐败的民进党塔绿班给赶下台吗 今天非常谢谢 我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的好伙伴 休斯顿论坛的好伙伴 休斯顿大学的东亚政治 关系 政治以及国际关系副教授 李坚强教授 来跟我们讲述一下 他是一位从大陆 到美国来担任从这个留学 然后担任学者 已经他的时间比我还久 不过他看起来比我还年轻 然后很像曾子丹 所以大家有这个休斯顿曾子丹之称 他要来跟大家讲一讲 从这个他的观察里头 中山精神在大陆是如何的再实践 那我接下来就把这个讲座 交给我的好朋友李坚强教授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 同时也恭喜我们孙文学校 达莱斯孙文学校 能够顺利成立未来这个宏图大展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我这个标题叫做 孙中山建国方略在中国大陆的实践 我叫Peter Lee 中文名字叫李坚强 我跟旧级啊 都是休斯顿论坛的这个参与者 我主要是辅助这个旧级的这个工作 常先生的工作在这休斯顿论坛 首先呢我要祝贺达莱斯孙文学校的成立 这个孙中山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中的封碑 你们成立这个孙文学校是把这个封碑啊 永远的让他闪耀下去 我要祝贺大家 那另外呢我要感谢达莱斯孙文学校 莫锦强校长对我们的邀请 才有机会来跟朋友们一起来见面 我先分享一个小故事 我呢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的 在中国大陆受到教育 虽然我们当时的教育啊 很少提及我们也不学三民主义 但是孙中山我们在从小就在我们心里面呢 是个非常高大的一个形象 所以说这个大陆的小学生啊中学生啊 虽然他并不去那个涉足这个三民主义 但是他们都知道谁是孙中山 谁是现代中国之父 我讲个小故事在三十多年前 我有个台湾朋友 他要到大陆来到北京来来来玩 我说那你来吧就住我家吧 他来的时候呢就问我 要不要给我带点东西 从台湾带东西 我说你不需要带东西了 我叫他 我说但如果你坚持要带东西 你给我带一样东西 我把朋友们能不能拆到 我想让他给我带什么东西 我让他给我带一个 我说你给我带一幅啊 中山先生的画像吧 因为我当时在大陆买不到 这就是那位台湾朋友 这大概是1990年 你看我们那是五月一号 大陆在五月一号啊 10月一号啊 重大节情的时候啊 天安门广场都会树立起 孙中山先生的画像 那这就是当时 我当时头发很多 很困扰 我的头发太多了 他给我带的就是这幅 中山先生的画像 那后来不久 我就又到美国来 我跟这台湾同学啊 认识是在我在80年代中啊 在美国留学时候认识的 然后我回大陆了 所以他到北京来见我 所以呢 这幅中山先生的画像 我一直又从北京带到了美国 这是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 我的宿舍里面的 中山先生的画像 就这个分享一个小故事 就是说中山先生 虽然我们在国内啊 在大陆啊 不学三民主义 那个当时的教育啊 宣传啊 主要都是毛主席啊 共产党啊 但是中山先生在我们心里面啊 这个封碑啊 是稳稳故故的 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那说到孙中山啊 我就想来讲这样 首先就孙中山 当然是中国国民党的总裁 但他是全体中华额里 的一个旗帜 一个灯塔 是现代中国之父 所以说在北京呢 在上海 在其他城市啊 其实全国全大陆各个地方啊 在捷径的都会有 孙中山的画像的出现 那最近呢 我看一下孙中山 那这个 嗯 等一下我做个东西 我最近呢 看重新看一下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啊 所以是感触非常深 这个孙中山呢 为了国家的规划 他是放眼世界 立足中国 体系民情和北姓 他对中国这个经济呀 各行各业的那个一些规划呀 其实 今天来说 还是非常的反映 那个现实的 那 所以说这个 我想 就讲一句政治话语 就是任何 政治势力 和任何 政治人物 那 要来贬低 和抹黑 那 中山 在全体中国人民心中的形象 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 建国方略啊 这大陆上有很多这样的 那个 这个著作啊 我们讲这个建国方略 主要是三部分嘛 对吧 第一个就是这个心理建设 就是精神成名的建设 第二部分是实业建设 是物质建设 第三部分呢 就是社会建设 也是政治建设 我呢 今天就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讲讲我的体会 就是 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 这个物质建设 在中国大陆啊 是得到怎么样的一种 那个实践和贯彻 有什么样的成就 孙中山呢 在这个铁路建设方面呢 国家的交通建设方面呢 他是费了很多心血 我们知道 那个 在那个什么 在 那个袁世凯 夺取那个政权以后啊 对吧 孙中山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 是专门 那个负责国家的 这个铁路的建设 比如说1912年 他曾经就写信给廖仲凯 就是说他希望在十年之内时间呢 帮助中国把这个铁路的基础给打下来 那 他也认为只要中国在铁路建设上 有很大的成就的话 那中国绝对会成为全球的最强的国家 那 他当时提出一个要在 希望全中国啊 这个铁路的里程数能够达到 十万英里 十万英里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中国大陆铁路建设 达到什么效果 这是孙中山当时的那个规划 这整个中国啊 全中国啊 这个铁路啊 是那个制作网状的 今天中国大陆的这个铁路 那个建设 基本上是实现了 中山先生的愿望的 另外呢 现在达到了多少英里啊 中国大陆的铁路 达到了那个九万多 这是当然是到2019年的数据 没有把2020年和2021年 2022年的数据放进去 啊 就达到九万九千多英里 就很接近 到2019年底 很接近中山现在的计划 现在我想应该是已经超过了 那最让全体中国大陆人 那个自豪的呢 就是他的高铁的那个发展 那我们知道那个中国大陆的高铁啊 第一条啊 你们不要去过大陆的人可能知道 第一条中国大陆的高铁啊 是北京连接天津的啊 就是2008年的 这唯一一条 就2008年到2018年到2021年 也就是十多年的时间 整个高铁基本上覆盖了中国大陆 那个东部的所有地方 甚至已经到了乌鲁木齐 那这个总里程数呢 已经突破了四万多公里 是全世界高铁的总和 比全世界高铁总和还要多 所以这是对中山先生建设强大的 这个交通网的 这个愿望的一个实现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个大陆的那个 那个高铁啊 是穿行那个田野啊 穿行城市之间呢 给老百姓带来极大的便利 也是中国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名片 那公路建设 也是 公路建设 孙中山先生也说 希望中国大陆啊 能够建设多少多少 那个百万公里的公路 那其实我们看看 今天的中国大陆的公路建设啊 已经达到了五百多万公里的 这个里程数啊 所以这个公路的建设啊 也是那个令人惊叹的 尤其像我们在大陆生活的 三十多年前 比如说我以前啊 从江西老街要到北京去上学 那个公路啊 基本上是每小时 三十公里的速度 为什么呢 公路很窄 又不是高路 也不是封闭的 然后集贸市场啊 人啊 都在那里 所以要穿过那个 有些那个急震啊 那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那今天这情况是完全的不一样的 所以我回国的时候 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惊 各种各样的交通 各种各样的那个高架桥 把整个一个国家 连成了一片 在中国大陆来建这个高速公路 建公路有一个很大的难处 中国跟美国非常不一样 美国是一马平川 山地很少 中国大陆啊 是哪都是山 对吧 平原不多 云贵高原的地方啊 包括我的老家的省份 江西啊 都很多山 所以要建高路的 要打洞 要架桥啊 所以这个 这个费用啊 是高的出奇 那到目前为止 中国大陆这个高速公路呢 是雄击世界第一位的 那就是那个公路建设 那水利建设呢 孙中山呢 长期啊 关注于这个水利的利用 和水患的治理 长江的利用啊 黄河的水患的治理啊 他在那个建国法律里面啊 实业计划里面也多次谈到 而是非常的具体 比如在汉口要做什么 在宜昌要做什么 怎么样让远洋的那个货轮 能够进入那个长江上游的地区 比如说到重庆啊 所以说这个中国大陆在过去的 呃 40年啊 这个水利建设啊 这个成就啊 啊 不是说完全是哎 突然间一间啊 邓小平感觉 我们要这样做 很多东西啊 这个思想的根源呢 思想的种子啊 这个策划 已经在孙中山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来了 那 呃 长江是一个天险 对吧 多少年要跨过长江 是非常难的事情 那到现在 长江上有多少 这个 这个 桥梁呢 那 变通途了呢 呃 在过去的40年呢 呃 在 长江上已经建了110座 不同的桥梁 有些是 铁路和公路 呃 那个 共用的桥 有些是 专门公 那个 呃 公路用的桥 呃 呃 而且这个桥梁做的是 越来越漂亮 是不同的 那个 呃 这个呃 这个功能啊 不同的建筑的风格 比如像武汉 武汉在长江边上 对吧 又有汉江 没有桥梁是不可能 那个 呃 这个 这个 比如说 两个地方要跨过去的 当然他还有建了 是那个水 合体的隧道 所以桥梁的建设 呃 也是 那个实现了 中山先生 呃 所预期的 预期的一些目标 那比如说重庆 也不用说 重庆是个山城 对吧 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 那 那个 嘉陵江啊 还有长江啊 对吧 沿城市而过 没有桥梁也是不可以的 啊 所以在过去的40年呢 长江上的大多数的桥梁建设 70%都是在过去的40年 所建立起来的 呃 那水利建设 当然长江 对啊 要充分利用长江的水 呃 呃 为民所用 呃 要进入到那个长江的上游 你不把这水位抬高是不可能的嘛 对吧 啊 在过去啊 长江的就不少的地段呢 啊 是非常的凶险 那那个水底下的石头啊 要按交啊 可能把这个船给冲破啊 当然这个三峡是个有争议的一个建设 是吧 咱们今天不谈那些争议问题啊 但是从水利角度 从治理这个长江 从那那个航船 那个便利来说 这个功劳啊 还是很明显的 对吧 所以 我不知道 那个在座的朋友 没有去过那个长江三峡旅游的啊 坐船 从上海到 重庆 对吧 当然过了那个 哥泽巴 过了三峡 过了三峡以后到重庆 其实那个水啊 是非常的平缓的 为什么 因为它的水啊 抬高了一百多米 长江上 那 所以说那个 各个 那个段 那个 这个江段 就像那个 湖面似的啊 这里面以前是很深的 下面是 那后来水位抬起来以后 这个大型的那个船舶啊 就能到 重庆了 那港口建设 也是孙中山啊 所关注的一个话题啊 中国这么大啊 要发展贸易 孙中山说了 中国 贸易发展了 中国的生产发展了 不仅仅是有利于中国 而且是有利于世界 所以他的 世界的眼光啊 是非常的超前 啊 那中国大陆做了怎么样了呢 啊 这是2020年的 全世界十大港口的啊 这个城市 十大港口里面啊 七个 全世界最大的港口 是在中国大陆 啊 所以说 这不是成就 什么是成就 对不对 这不是实践 中山先生的那个医院 什么是实践 中山先生的医院 啊 比如说 青岛这个 那个港口 是全世界最现代化的 完全是 电脑控制的 计算机控制的 这样一个装卸 这个码头 啊 另外呢 大家可以去找一 找这样一个视频 世界上最大的港口 为什么在浙江 刚才那个2020年的 那个排名啊 还是上海港是排在第一 啊 可能在过去的两年 上海港又 挤到 第三位或者第二位去了 啊 浙江的宁波港 啊 其实在 孙中山的那个 有关港口建设里面 他想象的 当时假设的是 北方啊 提出的北方要有个港口 华中要有一个 华南要要有港口 那华北最 最北是到葫芦岛啊 那个辽宁那边 对啊 那这个 浙江的当然 这个港口就属于 华中的这个港口啊 那为什么 这个港口会这么大 大家去找这个视频看 这这个视频做的 非常的 有震撼 那粮食和农业 这个孙中山我们知道 他主张根植有积田 因为要解决根本的 农民的苦难的问题 就必须解决 这个农田的 所有权的问题 所以呢 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农业的 这个发展呢 对北新的生计有非常多的期待 他在实业计划里面呢 提出很多的很详细的一些建议 比如说要在政治上解决问题 要在法律上要解决问题 当然也要在这个生产方式上 也要解决问题 包括要使用农具 机械化来推动中国的农业的现代化 那中国大陆在过去的70年 当然我们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但真正的 我个人认为啊 孙三先生的这个经济事项 在大陆上完全铺开了 成为指导国家经济建设的 一个指导事项 是在过去的40年 那取得到什么样的成就呢 这个成就呢 当然呢 也是跟这个领导人的 这个智慧也有关系了 当然改革开放 那个大陆的那个改革的总设计师 是邓小平 邓小平是体系 老百姓那个疾苦的这么一个领导人 当然没有没有一个政治人物 是完美无缺的啊 但是我们要要要看到这一点 就是中共的领导人 改革开放是中共的领导人 他集结在为增进老百姓的福祉啊 在下功夫啊 所以我每次我看到这张照片呢 我就会想起另外一张照片 你看就是蒋经国啊 在台湾打拼了这样的照片 你看他吃饭 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吃饭 对吧 为了台湾的建设 对吧 为了让台湾人民的生活的更好 所以很多这些 比如说像以蒋经国啊 为代表的大陆到台湾的啊 这些那个知识精英啊 科技精英啊 各方面的人员 包括那些老兵啊 对吧 背景离乡 把他们的那个最好的年华青春 这个献给了台湾的这个建设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任何人在台湾呢 如果忘恩负义 认为这些大陆人到台湾是吃了台湾的米 喝了台湾的水 是带着嘴巴雷的 这叫做忘恩负义 哪一个大陆人到台湾 建设台湾省 是光带嘴巴去的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我跟常先生 和我们马建 我们经常说到这话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呢 一定要告诉 说这样话的人 什么你到台湾来吃了台湾的米 喝了台湾的水长大的 这话是错误的 这个台湾米和台湾水 就是中国米和中国水 就是所有的来自外省的 包括本省的 这些国民一起打下来的 所以说你看这张照片 对吧 所以说如果说 看不到蒋经国 看不到国民党 看不到大陆 党政军啊 科技啊 各方面的人才到台湾的打拼 就是忘恩负义 那这个任何忘恩负义的政治团体 都不会有好结果 他的政治诉求也得不到 也实现不了的 那所以说这个国家政府 要把这个力量啊 放到照顾民生 那这样的政府 那我们是 应该支持的 那中国大陆到底 怎样实现了 孙中山先生的 这个粮食方面 农业方面的那个期待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你比如说看这个 每日中国大陆的 每个人的 这个卡罗里的输入量 这是你的一个 很基本的 就是生活的指数 中国大陆 每天的卡罗里的 那个输入量 从90年代开始 就已经远远超过了 高于世界之上 远远超过 比如说其他一些发展 我叫什么印度啊 肯尼亚 是世界平均水平以上 当然还不到美国的水平 不到美国水平 不等于说我们 中国大陆做的不对 是美国过度消费 美国根本不需要消费这么多 所以说 中国这个消费 我个人认为已经到顶了 可以不用再往高增加 更增加了啊 再往高增加到美国 这种状况 那就很多的 那个健康方面的问题 就会累啊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粮食的消费 啊 粮食的生产 中国大陆粮食的生产 是一直往上冲 现在冲到六亿啊 六亿吨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就 你看这个一直往上走 很多人呢 把这个有没有肉吃 鸡鸭鱼肉 我看都是好的生活的一个指标 如果是要这样的认为的话呢 你看中国大陆的 这个 这个肉类的产量 在1991年就超过了美国 现在是美国的 大概是两倍 这个产量 2018年 它的产量是达到了 8400万吨 那因为又出现了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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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的这个猪瘟啊 等等啊 油盾下降了 最近 但它的产量是非常之高 另外呢 这个每个人的人均肉食 中国大陆也是远远超过 世界的平均数 当然还没有美国的数 那个这么高 但是美国不是中国应该 效仿的对象 那吃肉不是这个 这个幸福生活的一个指标 应该是这个健康的食品 平衡的食品 才是一个好的 但是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生产的规模啊 是非常之大 另外呢 我要再说一下 美国的那个人均肉食消费 120多公斤 中国大陆是63公斤 其实啊 你看上去有这么大差 其实差距很小 为什么 这都 这个数据啊 是那个畜牧月的 比如说猪牛羊啊 鸡鸭啊 这样的数据啊 不包括吃鱼和吃海鲜的数据 如果把吃鱼出海鲜的数据加起来 中国大陆是更快到这个地方了 接近一百一百斤了 也超过一百公斤了 因为中国人吃鱼啊 吃的比较多 你看下这个中国大陆的鱼类的生产啊 海洋鱼类啊 海洋的骨捞啊 是远远把所有国家甩在后面的啊 他每年的产量是六千万吨 那畜牧月产量是八千万吨 六千万吨 你看美国是多少 美国还不到那个一千万吨 那所以说你要把这 那个畜牧月肉的那个收入和那个 那个消费和海洋鱼业啊 还养殖业养殖的鱼业的那个肉类加在一起的话 中国大陆的那个肉类消费已经非常多了 我个人认为啊 中国大陆没有必要再继续那个发展这方面的了 应该是平衡饮食 那为什么大陆能发展这么快 也是实现了钟山先生的那个想法 农业要发展 要用工具 要用农具 要用现代的手段 比如说现在的插秧在很大一块地方 中国大陆 除非是高山的梯田 基本上都是机械那个插秧 因为农村的人口现在越来越少了 大陆的城市率啊 已经达到了64%啊 65%啊 只剩下30%多的人在农村 基本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 所以农村的劳动力已经转移到城市了 那怎么样的这个农村那个呃这个这个呃工作怎么做呢 就都靠机器啊 插样是靠机器 现在中国大陆大家可能知道 这个无人机的产量是全世界的70%都在中国大陆 而且中国大陆要搞这么多无人机干嘛 不是去打仗用的啊 很多无人机是用的 那个比如说施肥料的啊 是来打虫的啊 喷农药的啊 用在农用方面的地方的啊 所以你们如果有机会到大陆一些 比如说啊 像河南啊 山东啊 是平原地区的话 这个无人机的用是非常的广泛 那还有收割啊 每年大陆到了下收的时候 几百万辆收割机啊 同时出动啊 如果说用以前的用镰刀去割这个麦子啊 那会把人都会累死的啊 现在农村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啊 这个农民啊 棉花 前不久啊 这个 这个有些国家啊在炒作啊 什么新疆的棉花是强迫那个维吾尔族人用手去摘的啊 我给大家说啊 这个棉花要用手摘啊 摘到哪年哪月都摘不下去啊 一个是劳动力不够了啊 另外一个就是大面积的那个 这个 这个 茶棉区啊 靠手是不行的 对吧 而且效率很低 当然有一部分地区也会用手 比如说精致没那个棉呢 或者是有些地方的 呃 他的没搞干净的有人过去 那是有的啊 所以说 所谓的强迫某某某某 一部分人去呃摘棉花是很搞笑的一种说法 那是忽视中国大陆啊 在过去40年所发生的巨变 那呃 当然了 中国人呀吃吃肉啊 已经吃的很多了 现在中国到了现在中国大陆好像是不缺鸡蛋的啊 哈哈哈哈 呃 机械化啊 这是很有问题的 我个人是做动物政策研究的 所以我对这种西方式的引进的这种机械化养殖 我是持批评态度的 那 另外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啊 呃 大陆地区台湾地区加在一起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水产养殖啊 是任何国家都没法那个赶上 那 那当然中国大陆还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远洋 捕捞这个船都 当然这个有很多 很很很有些问题啊 啊 今天我们不讲负面的东西啊 啊 就是说所有这些发展 给中国大陆带来的那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然很多这个想法啊 设想啊 啊 是跟孙中山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啊 那最后呢 啊 我就想说啊 啊 这个 孙中山建国啊 啊 什叶计划的实践呢 在中国大陆的过去啊啊 啊 过去的40年是得到完完全全的那个实践 而且成绩啊 匪人得到全世界的那个 啊 承认啊 所以说对中国人民来说呢 啊 这个啊 孙中山先生要建设一个公平啊 复苏啊 啊 啊 这个民主的中国啊 啊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啊 而且在过去的事情中国大陆啊 是一直在践行 孙中山的实业振兴中华 这样一个 啊 这样的工作 这样的一个期待 啊 当然了 天下没有完美的社会 啊 也没有完美的制度 啊 这就是为什么说同志还需努力 啊 谢谢大家 谢谢达拉斯的朋友 啊 我们莫会长以及孙文学校 啊 我们恭喜孙文学校在达拉斯的成立 啊 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下 希望大家午餐吃得很愉快 我会尽量快点让大家能够 能够这个继续今天的行程 啊 Peter你刚讲的真的很棒 也准备了很久 我们这个修学论坛这七年来 代表的是一个不同的声音 因为在台湾 我先讲一下我的背景 我虽然是在国外长大 但是因为家里的因素 从小就不让我们看电视 也不让我们看看英文的书记 所以都是从台湾寄出来的 一箱一箱的寄给我们的书 然后我中间有在回到新加坡 念了念了六年的这个小学 在ACS 然后我之前也常常去大陆 然后当然每年一定都会回台湾 因为家人在台湾 长辈在台湾 所以有非常深刻的 这个文化跟民族的认同感 台湾是 我不只是我父母的家乡 台湾代表的是我们的根 但是过去这二十年 因为这个等于是文化上的 这个 how do I say this hijacking the identity of this race this culture 所以当我看到国父孙中山 孙文 孙中山一直强调是 侨胞是革命之母 那我们今天 已经又要到了 这个重复历史上的悲剧了 因为从从推翻这个2000年的 这个封建制度 一直到这个这个军阀的混乱 然后到这个日本侵华 然后到这个内战 一直到现在 我们好不容易 身为华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我们只有过去这可能六七十年 甚至都不到的这个能够平安成长的 这个过程 我们不可以再重新回去 让因为有战争 两岸三地只要有战争 影响到是全世界的狂种人 全世界的华裔 我想跟大家说 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新加坡的态度 一直一开始都是认同简体制 但是今天台湾能够走到这一步 就是因为没有民族的认同感 也不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或甚至是中华民族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情 在美国 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 所以美国并没有很深层的文化 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民族的认同感 或是identity 我们华人第二代第三代 我们的认同感在哪里 我们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认知在哪里 我们从小就说要做一个堂堂真正的中国人 对不对 从小叫说 be proud of our culture 当年美国三十年前是说是melting pot 就是全世界来的各族裔 把自己文化融化成一个大族裔 其实那是错误的 现在修正为说 每一个族要保持自己的文化 要尊重自己文化 要认同自己的文化 那我们要怎么样跟我们的下一代来讲 孙中山给我们这一代 传下来的是什么 this is what I tell my children 没有孙先生 我们今天不可能能够来到美国 我们我们甚至在上一代 或上更上一代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家族就已经 没有继续传递下来了 经历过过去这一百年 经历过这么多的战乱 能够生存下来的有多少人 我们差一点就灭族了 日后清华 要不是有珍珠港 那时候我们我们到现在 是不是在做这个 这个日本帝国的后代都不知道了 做奴隶都不知道 今天我们能够享受今天的生活 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上一代所承受的困难 两岸分隔的这么多年 我们看到我们的亲友们 所承受的这个难过 我看到我的长辈 不能够家人团圆 因为因为大环境 因为政绩 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今天 能够享受到的自由 享受到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优势 刚刚Peter教授 李教授讲到 我们对大陆的这个进步是 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 我现在达拉斯的朋友 也是very well traveled 也是会也会去 有去过大陆 也会常回台湾 全世界都会都到处走的 所以你们今天成立 送我学校 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跟自己身边的下一代灌输这个观念就是 不管你认不认同一个政权 不管今天大陆的政权是哪个政权 台湾的政权是哪个政权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中华民族 我们是龙的船员 We have to maintain this culture Culture and this identity We have to pass this 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We have to have pride in what our people mean 我们这五天的历史 不能被民进党用这种绿色文革的手段 防止去把它抹杀掉 我们上一代 或是上上一代 我相信在座达拉斯的很多跟我们的背景是一样的 就是不管你是本省外省 另外就是说 这个本省外省是民进党过去的时间才开始制造出来的议题 刚刚Peter跟George讲到 比如说我们王建宣院长出来讲这个 年轻人是不吃这一套的 国民党的问题今天 他们的短视 因为他们怕流失年轻人的选票 所以把自己的中心思想 把自己的党文 把自己原来优雅的 优秀的历史 跟真正保护了 创造跟保护中华民国的历史 因为短视的选票而放弃了 你在短期之内 你可以上市政权 但是你长期之后 年轻人也会看清楚事实 民进党当初能够上位 不是因为他们流血或是去争取 是因为大部分的台湾人 从这个专制到这个民主 是转变大部分 因为受到高的教育 支持 也希望台湾有多余的声音 所以当初民进党一开始的时候 不管你的支持的政党是什么 很多大部分的民众是 希望给他们的机会 也希望不要有独裁 今天民主党反而放弃了当初 很辛苦很艰难 才能拿到的这个民主社会 往回头走这个专制制度 今天他们没有治理 跟维持这个主权的观念 因为他不认同自己 是不是中国人 是不是华人 第二就是国民党的问题所在 已经不再是光是这个选举上的问题 而是这个民族的认同感 跟自己的这个core identity是什么 It's been lost 今天只有用这个三民主义 让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的 这个遗志要继续流传下去 我们才能够让台湾的下一代 跟大陆的下一代 跟全球的华人的下一代年轻人 才能够继续传承 而保持这个和平 今天我们不要讲说 政党之间的问题 或是说你统一 反对或支持统一 或者认不认同今天 这个大陆的这个政治上的问题 或是台湾的问题 今天是一个 是一个民族 一个culture 一个文化上的认同感 We have to continue 我希望大家能够 支持我们的这个论坛 我们Hustination Voice 在YouTube上面常常被黄标 因为我们是唯一 在这个国外 就是有三个不同背景 有在台湾生长的 我们长兄George 在大陆生长的李建强教授 以及在美国长大的 这个华裔第二代 我马建 我们代表不同的观点 不同世代 而且我们 我们是很敢讲 因为我们不会受到 任何一方的压力 我们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转发出去 尤其是给我们的下一代 或是在美国比较久的这一代 让他们知道说 今天不要让这个民进党 控制着这个话语权 让他们去改变历史 而也不是当然看 看这些 比如说大陆这边的这个报道 或者是西方美国 这些主流的报道 完全都是仇中的 This will affect all of us 跟我们的下一代 这个危机意识 意识一定要有 because this is very dangerous we will repeat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the Japanese internment this will happen over and over again if we do not unite 我希望三位学校能够非常的顺利 也非常的能够持续的能够影响 在美国的侨胞跟华人第二代 也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 能够跟大家见面 跟聊天 也欢迎大家来上我们的论坛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这个礼拜十四 我们每个礼拜六 晚上九点半 我们德州时间九点半 每个礼拜都是live线上 而且是讨论最新的这个时事 与这个两岸三地的问题 谢谢各位 听不到吗 听得到很好 Yeah 谢谢 那个 张兄 那我们三位都 莫会长 我们三位都讲完了 再次恭喜你 再次恭喜你 你的 那个R等张先生 你的麦克风没打开 我们听不到 莫会长在讲什么 好 大家 好 好 谢谢 张先生 跟马贼先生 这边坚强的教授 谢谢你们 今天 真了 用你们小费的时间 来帮我们生人学会 做这个讲座 真了 我们的文化 做我们的过一不彩 做所谓的真了 我们的 后来 我们 阿富省 广播 登门开访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还有 谢谢各位 在场的所有的 啊 开启党的 收集姐妹啊 学问学校的 同事啊 也谢谢你们来这边 鼓掌 并 我们三位 主持人 精彩的演讲 好 谢谢 谢谢